那段日子斑驳流离,晦暗不明,我不敢松懈,生怕一停下来,就有十几万人,踏着我的尸首轰轰而上。 母亲也时不时不忘提醒我,挺不屑地劝我放弃,命由天定,你没那考运。 我自不信天,我只信他。 小怪兽复读日记 07年暑假,收到录取通知书后,丁线打了一个月的零工,攒了一笔小钱,坐了一整天的小绿皮火车,哐当哐当去成都找孔沙迪玩了两天。 俩小姑娘一年没见,都怪想对方的,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死死抱着对方不撒手。 孔沙迪心疼地摸着丁线瘦小的脸,眼睛都红了,嗡声嗡气地说,复读辛苦吧。 瞧给你瘦的,线线,我真心疼你。 丁线倒没觉得辛苦,只是觉得一切都值得,笑着捏捏孔沙迪的脸蛋,故作轻松地瘫倒在孔沙迪怀里,还是你这软,好怀念呀。 孔沙迪掐他,你这跟哪儿学坏的。 说完,忽然捏住他的肩晃了晃,不过我喜欢,你看上去比以前开朗多了。 晚上丁线在酒店里练瑜伽,孔沙迪刷手机,看电视,聊起了女生之间的梯极话。 你跟周思悦那之后,就真没见面了。 丁线双手称递倒立在墙边,闭着眼,调整呼吸,没有。 孔沙迪,他没回来找你? 没有,他大概以为我去财经上学了。 那时候,金融国贸这种是热门行业,在当初周思悦那位清华教授的指导下,他填了一个财务管理专业,但着实对财务报表没多大兴趣。 通知书寄到家里,就被他放到最底格抽屉里。 孔沙迪低头刷手机,头也没抬,巷子呢,也没回去过。 不知道,也许回了,也许没回。 时间到,丁线吐气,翻身下来。 孔沙迪瞧着他一脑门汗,你上哪儿练得这一身机能啊? 有一阵,特别想他的时候,脑子乱,静不下心,有人告诉他,倒立背一篇课文就好了,结果发现还真挺有效,这么个习惯就一直保留下来,直到高考前几天,高中三年的语文课本已经被他练得倒背如流了。 瞎练的,对了,你跟宋子齐呢? 孔沙迪一愣,低下头,神色灰暗不明,他去南行了。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,丁线惊讶,那挺厉害啊。 孔沙迪自嘲得摇摇头,毕业班会那晚,两人就说好了,毕业就分手,送他回家的路上,送子齐沉默一路,几度想开口说些什么,转头瞧瞧身边的女孩又不知该说些什么。 跟周思月玩久了,受了些影响,平日里的豆瓶嘴都给忘了。 孔沙迪其实觉得,异地恋算什么,就算他在南京,他在成都,相隔一千多公里又怎样,这世界上还有飞机这种交通工具啊。 他气的是,宋子齐在决定考飞行员时,并没有与他商量,而是在蒋晨走后,觉得好兄弟去追梦了。 头脑一热,他也该去追梦了,全让梦了,他还有她。 在成都逗留两天,丁线买了卧铺的票回北京,俩小姑娘在火车站交换了新联系方式,一一息别,抱了又抱。 人生就是这样,一段又一段的旅程,在不断地启航中,遇到不同的人,开始崭新的人生。 一路舟车劳顿,又回到这座北京城,盛夏的日子,伴着夜晚闲的啰嗦,丁线每天混吃混喝混睡,终于等到清华开雪。 07年9月,夏日炎炎,紫荆公寓一年一度迎进大批新活的血液,满校园都是拖着行李箱,对学校任何一角都充满着浓烈好奇心的小学弟学妹们。 而美名新生身边,都团团围着好几位家长,甚至草坪边上还支着一些前来送学家长的帐篷。 丁线拖着行李,从出租车上下来,环顾四周,就他一人行单影支,穷穷竭力。 夜晚闲想来,被他拒绝,他深知,夜晚闲如果来,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开头。 迎面望去,满目葱绿,令人心旷神怡,闭眼作作地吸了两口新鲜空气。 同学,需要帮忙吗? 丁线一愣,寻着声援回头,看见一戴眼镜的男孩,冲他礼貌地笑,五官挺周正,就是脸上有点痘,眼镜底下的黑眼圈也藏不住,作息稳断。 他忙笑了笑,那谢您啊,师兄,男孩一乐,本地人啊。 丁线想说是乡下,男孩拎过他的行李,已经自顾自往前走了,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,哪个专业的? 计算机。 男孩回头看了他一眼,巧了,我也是。 大二? 嗯,零六届的,我叫袁放,你叫什么? 丁线。 他低着头,跟在后头慢慢走,一边洋装好奇地问,袁放师兄,学着专业是不是特辛苦? 我听说好多程序员熬夜熬的都心慌心计了,可不就哥们的真实写照吗? 心跳都比一般人快,圆放苦笑,指了指自己汗层层的脑门,是胸现在脑门上流的汗呐,可不就当年选专业时脑子进得水吗? 女孩子还是别学这个,最好大二的时候申请转个专业。 熬夜,心慌,心计,黑眼圈。 这些词在丁线脑海里默默记下了,笑了下,你们那届有没有特别牛的人,我听几个学长说,牛的全在你们那届了。 确实,他们那届刚入学,就有好几个大神声名远播了,圆放被夸得鱼有熔烟,挠挠头,答。 有啊,好几个,都是竞赛生拿国奖的,还有好几个,都是当初竖竞国家队的,还有个搞机器人的,也很厉害的,前阵还刚在机器人竞赛上拿了金奖。 金奖,应该挺厉害的吧?果然,他在哪儿,都应该是发光发热的人啊。 嗯,他是周思月啊。 聊到一半,圆放忽然停下来,低着头把行李箱还给丁线,支支吾吾地说,那啥,小丁学妹,师兄去解个手啊。 丁线忙不迭结果,礼貌地说,您快去吧。 结果,一去就没回来,丁线等了半小时,也没见人回来,可刚也没说让他一人走啊,又怕人忽然回头来找他,也不敢走,就在原地,又乖乖等了一小时。 终于确定,对方应该不再回来之时,丁线才离开。 结果,刚拐过两个路口,就从后头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。 咱计算机学院帅哥真挺多的,还别不信,哥们隔壁宿舍就有俩又高又帅,下次带你们开黑啊。 圆放正一手拎着一只行李箱,走在俩姑娘前头,沿路给人吹着计算机学院的帅哥,那叫帅的一个惨绝人寰,圆放着人逗贫。 一点都没有理工科男的木讷和呆板,深谙了妹套路,什么听着高兴专简什么说,把俩姑娘哄得钱和后养职乐呵。 刚入学的时候,我跟我隔壁一哥们在网吧打了三宿的游戏都不带喘气的。 现在吃不消那劲儿了,熬一宿带马,第二天早上起来眼前直冒猩猩,真不骗你们。 等会你俩给哥留个号码,有什么事儿打我电话就成。 圆放看着其中一姑娘笑,眼里的害羞劲儿,原来是跑这儿聊妹来了,虽说跟她没什么关系,丁线这人骨子里也憋着一股坏,时间就是生命,也不能白白耗了这一小时。 于是把行李箱往边上一放,人靠在一旁的树上。 等圆放带着俩姑娘经过,丁线冲她奄奄一笑,若无其事地挥着手,害圆放师兄。 圆放一愣,转头一瞧,哟,这姑奶奶还没走呢? 小丁师妹,你咋还在这儿呢? 怎么说呢,圆放精个儿本来就是来先下手为强的,瞧见着丁线觉得不还错, 就上去试试,再转头,看见个更好的,于是心思也就飞走了, 本以为丁线等不到,她应该自己就会走了。 没想到,这姑娘也忒执着了。 丁线靠着树,悠悠且笑盈盈地说,没事,师兄,我纳粮呢。 圆放心道,阿呸,你这是报复我呢? 看来被大学这么消磨了一年,魅力仍旧不减当年啊。 虽说这丫头,不如后面,这姑娘漂亮,倒也耐看啊, 圆放心里还想,要不先吊吊她胃口,故作冷淡地说, 那你纳粮吧,我先送她们过去。 丁线面不改色,好。 晚上,圆放回到寝室,就听几个室友难得再聊八卦。 为爱考清华,想想都伟大。 他好奇地凑过去,谁啊,谁为爱考清华? 曹文俊把手机递过去,一脸惋惜。 就这姑娘,看不出来吧,多闻气一丫头,怎么那么想不开啊? 圆放盯着那手机,越瞧越熟悉,越瞧越熟悉, 然后跟下午某张脸对上的时候, 整个人一击灵,差点从椅子上摔下去。 卧曹,钉线。 结果门口忽然就传来一道清悦又冷淡的声音, 怎么,你认识? 呀! 这个是 saying,你都有没见过吗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